这只鸡老师打人了 你就小心一下 要够了 这只鸡老师打人了 你就小心 要够了 这只鸡老师不够了 不够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街西京西园的侏罗基公园 今天大家来认识一下 以前的专攻英国皇家贵族晚赏 但现在变成了潮汕人一日三餐美食的贵妃鸡 它不同于我们在菜市场上面买到的三黄金 一支只有四五十块钱 所以我们贵妃鸡是比较贵的 一支要180多块钱 一支顶三支 所以说几支贵妃鸡给大家认识一下 顺便品尝品 那我们两只阿嬷不是就这样说吗 ado AOAYWA ど 这一支就是我们的贵妃鸡 身穿化衣裳 头带制带发型 脚踏无止 这就是我们的真情贵飞机 养满七个月 210天的 七个月左右 这个时间是最好吃的 它流口水 这只鸡估计它就是上面 啄那个太硬的东西 给它啄 这个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走地鸡 就是满商讨的 它会除了吃我们这些 豆腐玉米 它还会去啃那些虫 你看它们都在地上 这边啃啃啃 啄啄啄 所以它就会 会缺 这种是真实的走地鸡 那如果平时普通的那种 养在鸡笼里面呢 你就看不到它这种嘴巴呢 是会缺的 因为它没有在这种山上 它不会去啄那个地面 就会比较完整 越不完美 就越是走地鸡 刚刚一点 哇 现在很会飞 我们贵飞鸡呢 你看 都是两个鸡罐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龙龄罐 而我们三黄鸡呢 是单罐的 可以从一个鸡罐上面 我们来区分 另外一方面呢 是从它的鸡爪子 贵飞鸡它是鸟钢科 是鸟还有鸡的一个完美结合体 是五个鸡爪子 所以它具有鸟的一个特性 正常的三黄鸡呢 看看它是四个鸡爪子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三黄鸡是纯色的 它这个呢 是有一个灰灰的一个花纹 这两只贵飞鸡 我们今天晚上呢 就是一只呢 我们来做香茅鸡鸡 一只呢 来做香菇蒸华鸡 那么我们先做香茅鸡 把它鸡头不要塌 呸呸也不要塌 把这个角剁了 这样子整只放下去 接零点酱油 生抽老抽的来一点 再两勺盐 给它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的 对 给它按摩 把它按到它舒服了 我们这个呢 就是不下不下水的 直接的生菊 这样子腌上呢 二十分钟 那我们这些香茅呢 我们用刀背给它剁 它是一种香料 应该在泰国菜里面呢 是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把它给剪到鸡里 鸡上面去 哦 闻到香茅的香气啦 香茅它起到了 真香 辟腥的作用 对不对 我这鸡不会有腥味 因为我们在山上散养的 呃 我这里是远离一个工业区 没有任何的污染 可山泉水长大的 所以它不用去辟腥 它只是一个真香 带一点点到鸡肚子里面去 从里到外都是这个香味 香菇蒸华鸡 其实鸡卖的便宜跟卖的贵 跟它养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菜市场上面那些鸡 便宜是因为它养的时间 一般是多少天啊 三十几到四十天左右 贵费鸡七个月 优质的最好的那种玉米 去打碎给他们吃 才一块六毛五一斤 稻谷呢是在一块五一斤 我们这些鸡呢每天大概要吃四毛多钱的玉米跟稻谷 两百一十天你就可以算一算啦 二百一十天只吃掉了一百块 这个只是吃了它一点点饱而已 它其他时间它还要到山上去吃 它就吃虫吃草 对 看一看 我们家的鸡都是一样的 皮下什么 没有任何的脂肪的 这些鸡在野外 它们有一个自然的损耗 山上那些野兽的一个问候 这里还有大蟒蛇 还有一些大老鼠 香菇上 下点酱油 下点盐 这个老葱呢是让它不要那么白 搂匀它 即可不要 我们就这样子搂匀它就可以的啦 因为我们是干锅去局的 下面是铺了香吗 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肥猪肉的 铺点肥猪肉下去一会呢 它不会粘锅 我这里呢今天刚好没有 那么我就给它加点油下去 它的锅顶呢才不会粘 盖上去 开火 开了把它关小火 20分钟 升华鸡 好我们这个水开下锅 20分钟 来 这样子 盖下去 也是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漂亮啊 哇特别香 我要吃鸡腿 对你吃香茅吧好不好 你吃香茅 我吃鸡腿 吃香茅很好吃的 吃香茅对 我就吃一点 然后鸡腿还是给我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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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嫩的 我上网查的时候就看到了 人家说贵妃鱼的肉是特别嫩的 你通过吃鸡香肉你就感受得出来 这是鸡腿 鸡腿肉呢它除了嫩还有Q糖 哇 你能感受到那些鸡腿啊 它是天天在那个山上面锻炼的 好的来试一下香菇滑鸡啊 送饭应该是特别特别一流的 很入味啊 这些汤汁啊 很适合那种爱干饭的人 有点香菇 有点香菇 其实只有汤汤沾到就不必了 你通吃多三碗饭了 现在 今晚我们是全鸡宴 我们还有这锅砂锅五黑鸡汤 感兴趣的就是看我下一个视频 我们有拍摄到五黑鸡是怎么样的 怎么做成我们鸡中最补的炖鸡汤 什么叫做走地鸡呢 就是晚上睡觉会上树的鸡 看一下大家要吃好的鸡 就是要买这种会上树的走地鸡 去炖汤做香茅鸡 做香菇滑鸡